东东其实在一起没多久 你就发现他有一些问题 其实我先生 我跟我先生认识非常久 我们是高中同学 你们是高中同学 对 我们高中同学 那其实高中的时候 我们互不来电 而且我对他的感觉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是 我去念大学的时候 他也跟我同一个大学 对 后来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他就猛烈追求我 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住在一间 板桥的一间六楼的公寓 其实有点像是家盖 但是里面是有冷气的 然后那时候他就很希望 我可以搬去跟他一起住 那我就也不错啊 因为他们家 他就一个人住嘛 我搬去他们家也OK 所以我就要搬家 从六楼搬家 可是他一上来他就说 好热好热 然后我就觉得都已经要搬走 就不要开冷气 浪费房东的电了这样 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 我真的很热 他全身就很不舒服 我说不然我来搬好了 他说那我先回车上 然后他就坐在车上吹冷气 然后我就一个女生这样搬下来 然后又搬上 又走上去又搬下来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没关系嘛 因为有些人比较舞啊 有些人比较文啊 那我就把它归类成是 比较文那边 因为它是 就是弹钢琴的 拉小提琴的 那一点都不体贴啊 但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我真的是 还蛮有才华的啦 对对对 我那时候是以这样子的出发点去想 所以这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蛛丝马迹 发现他的性格上面是 可能比较吃不了苦的 那说有一次 你跟老公提分手 结果老公开快车把你带出门 然后其实他来接我之前 我是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是他以前的一个 跟他熟识过的一个朋友 跟我讲说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就是真的不要这样子 然后他又说不出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所以我也就 可是我在跟他交往过程中 我有感觉到确实有一些 怪怪的地方 所以我一上车之后呢 我就有点试探性的 有点 我就说欸那个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适合在一起 不如我们就分手吧 他就很生气说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说我也不 我也就很直接讲说 我刚刚接到谁的电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啊 就是主动问他嘛 但是他跟我解释也不沟通耶 他就开很快的车 然后我就停在路边 下去吃了一碗 一碗那个卤肉饭跟贡丸汤 他去吃饭 对 你坐在车上 因为他跟我 就是他就觉得好 你要跟我分手 我不理你了 他就去吃饭了 然后我还看 隔正在窗户看到 哇 点了一碗卤肉饭跟贡丸汤 好像 还不成功 后来他上车吃完了 狼吞虎咽上车之后呢 他就砰 又开很快了 就开很快 我居然是往阳明山的路耶 是不是该不会是想要 带我去看夜景吧 在那么漂亮的夜景下 跟我讲说 那个就跟我讲 怎么样 可能要跟我解释什么 不是 他居然是 开到他爸妈妈家 爸妈住阳明山 对 我第一次到他家 到他爸爸妈妈家 去到他家之后 他们就灯都关得很暗 然后他居然是 他爸妈就坐在那个河市里 他很正式 感觉好像贵宾来了 然后就是 伯伯伯们好 直接就是聊 你为什么要跟他 我为什么要提分手 到底发生什么事 就感觉是要一个 评审大会 对 一个评审大会的感觉 这对一个年轻女生来讲 好难面对 可是我当下又觉得 反向思考我就觉得 这个男生可能真的 把我当成真爱 人家父母都请出来了 人家我要分手 他就觉得不行 太严重了 我不能离开你 我父母请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好吧 你可能是真的很爱我 所以就没分了 没分 然后没想到很快 发展非常快 他马上在没多久 就在一个宴会上面 跟我求婚 哇 他有自己作词作曲 为了你 对 就做了一首歌给我 然后歌词内容 大概是在讲说 你就是我的唯一 我要把所有的幸福带给你 然后呢 他在那一个求婚之前 他问了我三次说 你有没有想嫁给我 我都说 我们家婚不到半年 我当然是说没有 没有啊 然后又问了第二次 感觉他开始在紧张 到底有没有想嫁给我 我说没有 然后第三个 已经到了那个宴会厅了 看了就很高的那个美景 然后他就说 什么样的宴会厅 就在国宾饭店 然后第三次他在问我说 你到底有没有想嫁给我 我说好了好了 看了这么漂亮的美景 有一点点啦 就这样 好 就进场了 进场之后我们就开始吃饭 吃饭他说他要去当阴控嘛 因为他爸爸的活动 所以他去当阴控 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直到我吃到一半 开始旁边有人 不是他吗 就他 然后就比对那个 好丑喔 他放那个我跟他 就是素颜的照片的合拍 我说天哪 是我耶 然后他就缓缓的走上台 然后放音乐 老子在那边开演唱会 唱完我还觉得他在干嘛 就主持人才帮我 Cue你上台 对 才就是邀请我上来 说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 上去之后他就单膝跪下 有一些人已经知情了 所以有一些人已经 拿出手机要拍了 答应他 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 没有办法拒绝啦 对啊 因为你第一个 你这个气氛真的很好 对不对 也很诚恳 我觉得诚意是有道 第二个 你自己这么年轻 你这样的场合 你很难说No 而且这么重要的场合 表示他很在乎你啊 是 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就觉得他是不是因为很在乎 所以你就答应了 对啊 而且他哭得很惨 那一定答应的啦 那你没有哭啊 不是应该你哭得很惨吗 又唱情歌 然后又下跪 不是应该他哭吗 又哭 因为我会觉得一切太不真实了 谁会交往不到半年 就跟人家求婚啊